《历生路甲列传》二 路甲是楚国人 他以幕僚的身份跟随高祖平定天下 是个有口才的辩士 怎在汉王左右也常出世诸侯 等到高祖登基时 争国刚刚平定下来 赵佗平定了南岳 因此就封他作为南岳王 高祖派陆甲去赐给赵佗南岳王的应授 到了那儿 赵佗截着一撮像锥子一样的发迹 像波及一样的伸开两腿而坐 接见陆甲 路甲便劝赵佗道 先生 您本是中国人 您的亲戚兄弟及祖先坟墓都在真定 现在您违反天性 遗弃中国人的头冠衣蛋 竟还想以区区小月 跟汉天子相抗衡 做敌国 只怕灾祸就要降临到您的身上了 再说秦国政治腐败 诸侯豪杰一时风起 却只有汉王领先进入汉中 占有咸阳 湘羽背弃盟约 自立为西楚霸王 诸侯都陈属于他 可以说是最强大的了 但是汉王从巴蜀举兵 征服天下 平定诸侯 终于消灭项羽 五年之间 便是海内平定 这是非人力所及 乃是上天驻汉建国的呀 现在汉天子 听说您在南越称王 不肯帮助天下人 来诸厨报你 汉朝将相都想带兵来诛杀你 只是汉天子体念老百姓 刚经过战乱 受劳吃苦 所以暂且修兵养息 便派我来受您网应 跟您剖符定约 互通使节 您就该交迎应寿 北面称臣 而您呢 居然想以才缔造 而未完成的越国 对汉朝这般不柔顺臣服 汉王如真的听到这一消息 便绝烧您仙人的坟墓 以灭您的宗族 只派一个偏将 率领十万军队来到南越 那时 越人誓杀您 而投降汉王 真是义如反掌呢 于是赵佗 惊而跪起 向陆家谢罪道 啊 我久居于蛮夷之中 太没有礼意了 秉问陆生说 先生以为我跟萧和曹参 韩信相比 哪一个比较贤能呢 陆生说 这个嘛 似乎您比较贤能了 又说 哦 那我跟汉皇帝比 谁贤能些呢 陆生说 汉皇帝崛起丰沛 讨伐暴情 诛灭强处 替天下声明 兴利除害 这是继三皇五帝的事业 来统治中国 中国人民以义计算 浮原万里 占有天下最肥沃的地方 人民众多 车马繁盛 万物应付 正至由汉王一人统领 这是从开天辟地以来 所没有过的 现在您的人民 不过几十万 都是些蛮夷之人 又局促于 崎岖的山边海角 只抵得过 汉朝一郡之大坝了 您凭什么 来自比于汉王呢 赵佗大笑说 哦 哈哈哈哈 我不能在中国发迹 所以只能做南越王了 如果让我长居于争国 我哪里会比不上汉王呢 赵佗是非常喜欢陆生 留着他一起喝酒留脸 过了好几个月 说 哎 南越无人可谈 直到您来了 才让我天天广开见闻呢 并赐给陆生一袋 诸玉之宝 价值千金 又另送其他东西 也值千金 陆生最后拜赵佗为南越王 使他向汉称臣奉约 陆甲回来禀报 高祖极为高兴 封陆甲为中大夫 陆甲时常在高祖面前 冲到诗书 高祖便骂说 你老子的天下 是从战马上打来的 何必要诗书呢 陆生说 皇上 曾战马上取得天下 但能在战马上治得天下吗 再说 唐武兴干戈 盼上而取天下 但却以顺民心的怀柔政策 守住天下 只有文士武功并用来治民 才是使国家常治久安的方法呀 从前 吴王夫差跟智伯都喜独武 因此而亡国 秦国一直应刑法来治国 争执覆灭 假使曾前秦国兼并天下之后 能效法先圣先王 施行仁义 则必偿治久安 哪能让陛下取得天下呢 高皇帝 高皇帝心争很不愉快 面有惨色 于是告诉陆家说 那你试着替我写出 秦德 所以施天下 我之所以得到天下的原因何在 以及古代那些 所以成功与失败的原因吧 陆生于是大略叙述 国家存亡的征兆 凡十二篇 没写完一篇上奏后 高帝没有不称善 道好的 左右的人便高呼万岁 称这书为新语 小会帝时 吕太后居争用事 想封吕家人为王 但怕大臣们讲话 陆生自己料定无法力争 便称并致士回到家里 因好酬一带田地好 可以住家 便再次定居 生有五个儿子 便把初始南越时 向托送他的一袋珠宝 便卖得千金 分个儿子 每人得二百金 让他们从事生产 陆生则自己尝鞍车四马 带着歌舞 及古琴弹色的试者诗人 及价值百金的宝剑 告诉儿子们说 我跟你们讲好 我经过你们家时 有你们供给我人马的九十 最多十天 便会离开到另一家去 我要是死在哪一家 这些宝剑 车骑 侍从 便是哪一家的了 一年之中 也要到其他地方 做做宾客 通常是不会在一年内 三度到一家中的 一面时常来看你们 让你们来厌烦我 吕太后时 分封诸吕为王 朝廷大权 掌于吕氏手中 诸吕想劫持少主 篡夺刘家天下 又丞相陈平 身以为忍 又无法向吕厚力争 怕降祸于己 便经常静居 便经常静居深思 陆生去请安时 陈丞相赶紧请他入座 因为他正抱着身忧 便时常请陆生过来相见 陆生说 先生位居上位 是十亿三万户的侯爵 可说已达到功名富贵的极致 应该没有其他欲望了 但您仍然忧心诚诚 想来不过是担心诸吕膳权 少主皇位不保吧 陈平说 啊 正是啊 先生以为该如何办才好的 陆生说 天下稳定时要注意宰相 天下危乱时要注意武将 如果将相能够和谐相调 则世人必全心归附 人心能归附 即使天下有意外的变动 国家大权仍不会被瓜分啊 为国家着想 这是完全掌握在两个人的手中啊 我常想跟太尉将侯说这事 他 他常管于我侠系 不正是我的话 您现在 您现在何不跟太尉交好 密切连接呢 并替陈平计划 对付吕氏的几个方法 陈平用了他的计策 于是送了五百斤的礼给将侯 并准备了丰盛的酒宴来款待他 太尉也以同样的礼数来报答陈平 从此两人便密切联合起来 而吕氏的阴谋便艰难得逞了 陈平于是以一百个奴婢 五十辆车马五百万钱 送给陆生做饮食费用 陆生曾此交友于朝中明臣聚清之间 因此名气大盛 等到诸吕贝珠 孝文帝登基 陆生颇有功绩 文帝即位后 想派人到南岳 陈丞相等人便建议派陆生为太中大副 出使南岳王赵驼 令赵驼除去皇屋 及称治等僭越的行为 命令他采行跟其他诸侯一样的仪式 陆生此行办事全合皇上旨意 这些细节都详细地记载在南岳传中 陆生最后想高寿 陆生最后想高寿而终 平原君诸剑是楚国人 以前曾经做淮南王秦布的宰相 因有罪而离开 后又回来服侍秦布 当秦布造反时问过平原君 平原君劝他算了 英布不听 后听梁富侯的话 终于造起反来 喊诸杀英布后 听说平原君从劝阻过英布 并未与他同谋 因此得免行杀 这些事都记载在《情部传》里 平原君善雄辩 有口才 为人刻板连结 刚毅正直 住在长安 他的行径 不肯苟合与流俗 守道义而不随便 辟阳侯行指不正 却得到吕太后的尘埃 当时辟阳侯想跟平原君交好 平原君却不肯见他 等到平原君的母亲去世时 陆生一向与平原君交好 前往调研 平原君因家贫没法发丧 正要设法借钱来备办丧礼服具 陆生就叫平原君发丧 同时跑去见辟阳侯 贺他说 侯爷 给您道喜了 平原君的母亲去世了 辟阳侯说 哦 平原君的母亲去世 您何故来贺我呢 陆家说 前些时 您想结交平原君 平原君手艺不肯结交与您 是为了要孝养母亲的缘故 现在 母亲已经去世了 如果您能够以后礼送丧 那么他便会为您出死力了 辟阳侯于是带了一百斤去赠送征服 其他猎猴贵人 因辟阳侯前往而也跟着去 送征服的有五百斤之多 辟阳侯受惩于吕太后 有人在孝慧帝面前控诉辟阳侯 慧帝大怒 下辟阳侯于大狱 想杀了他 吕太后心中惭愧 不方便说话 大臣们 躲不满辟阳侯的行径 也想趁此机会杀了他 辟阳侯情急之下 就派人传话给平原军 说想要见他 平原军辞谢说 您的案子正在紧要关头 我不敢去见你 于是去求见校会帝的姓陈 敏吉儒 向他游说道 敏大人 您所以能够得到皇上诚信 天下人无人不知吧 现在辟阳侯受惩于太后 而下狱 所有的人都说 是宁静的谗言 想杀他吧 今天如杀了辟阳侯 明天太后生气 也会杀您啊 为了自保 您何不肉坦腹精 在皇上面前 为辟阳侯 说说好话呢 皇上如果听您 而释放辟阳侯 则太后极高兴 那么两个主子都逞性于您了 富贵公民不是加倍了吗 于是敏吉儒大为恐慌 听了他的计策 向皇上进言 果然救出辟阳侯 在辟阳侯被求使 曾想见平原君 平原君却不肯探望 辟阳侯大怒 以为他背弃了自己 等到被救出之后 才对平原君的高明手法 大为惊服 吕太后崩足后 大臣们诛灭诛吕 辟阳侯跟吕氏来往 十分的密切 但终于的保住了性命 当时为他出力保全的人 就是陆生跟平原君了 孝文帝时 淮南立王曾因辟阳侯 曾交欢于朱吕 而杀了他 文帝听说 他的门客平原君 常为他设计谋划 便派人去搜捕 想治他的罪 平原君听说 补力上门来 便要自杀 他的儿子们 及补力都说 事情会怎么发展 还不得而知 您何必自杀呢 平原君说 唉 我一个人先死了 再祸便可疾身而绝 也不至于连累到你们了 就自问而死 孝文帝听说这消息 惋惜地说 可惜了 寡人是无心要杀他的 于是 于是召见他的儿子 拜为征大夫 出使匈奴 因缠鱼无礼 便责备缠鱼 竟然死在了匈奴 当初配公带兵 经过沉流时 立生亲自到军门 去求疑说 我是高阳建民立义姬 听说配公带兵奔波于外 要住处来讨伐五岛之君 敬请劳驾诸位随层的人 带领我去拜见配公 以便跟他谈论天下大事 使者便进去通报 配公当时正在洗脚 问使者说 哦 他是怎样一个人物 使者回答说 壮妈妈像个读书人 穿如衣 戴着侧着帽 配公说 哦 替我回绝了他 就说 我正忙于征伐天下之事 没有闲空 去接见读书人 使者出来 向他辞邪道 先生 配公敬谢您的好意 但他正忙于天下征战之事 没有闲暇接见儒者 吏声听了 立刻瞪着双眼 按着配剑 对着使者吼道 进去 再给喷公说 我乃高扬九徒 不是儒者 使者被他吓掉了名次 跪下去捡起来 再跑回去 禀告配公说 这位客人 原来是天下少见的壮士呢 他刚才大声斥责我 把我吓得都弄丢了名次 他要我转告给您说 进去 再跟配公说 你老子是高扬的九徒 配公立刻赤着脚 拄着毛说 哦 快把客人穷进来 吏声进去后 长衣见配公说 您保一路关 辛辛苦苦的在外奔步 带领军队帮助楚王 讨估讨队帮助 但您是多么不自爱 自重啊 我应有事来敬业 您却说 我正忙于 终天下之事 无暇借鉴如者 您如果想建树天下的大事业 完成天下的大功勋 却以外表皮相来判断一个人的话 只怕您会失去天下贤能之事啊 再说 我判断您的志比不上我 永也比不上我 您如果想成就天下伟业 却不接见于我 我深深为您感到遗憾啊 佩公立刻谢罪道 啊 先生 刚才我只是看到您的皮相容貌 但现在才看到您的内涵呀 于是请他就坐 询问他攻取天下的方法 立生说 如果您想成就大功业 就不如先驻守在陈流 陈流这个地方 是天下四通八达的要地 也是兵家汇聚之地 这里藏的粮食有几千万弹 城池守兵都很巩固 我跟陈流县令交情甚好 我愿替您去游说他投降 如果他不听从 请您让我替您杀了他 攻占陈流 那么您带领陈流的军队 占领陈流的城池 使用陈流 带来天下的军队 当招来的兵足够了 您就可以横行天下 没有人能危害到您了 佩公说 那我就完全听从您的了 于是立生 趁夜去见陈流县令 劝他说 大人啊 秦国师姓无道科政 天下人都背叛于他 您现在如果跟着天下的大势走 则可以成就大功业 您如独立为江王的秦国 坚守城池 我实在为您深深地捏一把汗 陈流县令说 秦国的法令深重 不可随便说的 否则会遭满门除灭的 我无法回答您的问题 您所教我的事 都不是我的本意 希望您别再提了 当晚 立生留下来住宿 半夜时 暗杀陈流县令 斩下手机 爬墙而出 去见佩公 佩公便带兵攻城 把县令首级悬挂在城杆上 让城上人看 并说 城上的人听着 快快投降吧 你们县令的头 已经斩下了 凡是后投降的 必先斩首 陈流人见县令已死 便相继投降 佩公驻扎在陈流南城门上 借着陈流的库粮军队 食用储藏的粮食 在那儿逗留了三个月 招来几万的军队 因此能入关 攻破秦国 太使公说 一般写历生传记的书 大多说 汉王功取三秦 东击相击 而率军于拱络之间时 历生才穿着如衣 去游说汉王 其实不然 佩公尚未入关 离开项羽 到了羔羊 就得到了历生兄弟了 我读陆生新语书十二篇 觉得他实在是当代的大变才呀 至于平原郡 他的儿子与我交情很好 所以也附在一起论述 是由生文化与我交情 也附在一起论运